Layu聊四季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要來看越南人對上敗戰提倫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這一場比賽蠻特別的 是遇到道德跟MBL MBL也是我們知名的高手 那他分數最近本帳好像來到一搶千七百分了吧 已經快要是 接近天梯第一名了 甚至比viper分數還好高 雖然是viper沒有在爬天梯的關係 KR分數也是他也沒在爬天梯 最近分數有點掉下來 那MBL也是很努力在爬 他分數真的是越來越高 但是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我們頻道裡面就是常常會輸掉 但也應該不是我的鍋吧 哈哈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巴南提這個文明 巴南提這個文明最大特色就是 垃圾兵很便宜 吉兵跟 這個戰毛兵還有駱駝 都有25%很潔面 所以到了後期出這個垃圾兵大戰 他是有一定的優勢的 那到了非常非常有錢的時候 就是你真的要打黃金兵的話 他還有強弩可以打 還有巴南提神奇兵可以做使用 那本身這個文明 打這個混合圖會比較強 因為有這個海戰的話 他的這個火魔筒火戰船 攻擊速度快 而且還有這個希臘火可以用 希臘火可以用 可以讓這個火戰船的射程度加益 所以巴南提到後期的 海陸混合圖 是不差的一個選擇 甚至可以到了首選的地步 好接下來看一下越南 越南的話 這個文明其實有點偏中規中矩 不能說他弱也不能說到非常強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 是因為越南的單位來說 他的垃圾兵 是跟巴南提差不多強 那他強是強在帝王戰 而且是可以攻隊友使用 那算是比較 算是團隊來說 比較適合出的一個文明 而且他挖黃金 挖這個木頭的話 也會出黃金 要點下他這個紙幣技術之後 越南人伐木頭 就會產出黃金 其實蠻可觀的 那大約就是 你只要撿到五個聖物 再加上四十個伐木工的話 就等於七聖物的概念 每二十個伐木工 等於一聖物的黃金量 所以越南人打到後期 黃金算是蠻會跳動的 所以有些人玩 競技場會想要練一下越南人 就可以打一個特殊的打法 打一個無限黃金戰術 反正競技場木頭就是多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場比賽 對決蠻值得看一下 因為兩邊都是垃圾兵大國 一個是減緬大國 一個是特化垃圾兵大國 那越南人的話還有這個強大的 毛相夫可以使用 那這個相夫血量也是最多的這種 記得好像可以到420滴血吧 我這些比192游侠還要多一倍的血量 192游侠大概384滴血 那越南人到420滴血 印象中 這個大象砍得要命 但他的缺點就是他的騎兵 跟步兵路線攻擊力是比較偏低一點 所以越南人還是要打工兵 那工兵路線的話還有個細節可以講 就是他的戰毛兵跟這個工兵 血量都是比較多的 所以如果半戰艇出青頭來打的話 通常是很難一發打倒對方的越南工兵的 所以如果遇到越南人的話 你的投資側可能要注意 要注意要兩發 通常才可以打死一團的這個工兵 所以越南人的容錯率就會比較高一點 在前期的話 失誤的可失誤的機率就會比較低一點 應該是要這樣講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張地圖吧 那目前看起來MBL地圖還算不錯 因為他這邊算是有點偏天圖了 也不是算偏天圖 根本就天圖了 金礦也在右側之後還在裡面 而且這邊都是小圍一下都可以圍死的 然後果子也在這個裡面 黃金也是 而且木區有算是四塊吧 一二三四 非常的舒服 那除了路比較遠一點之外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直接往下圍到死 或是直接往右側圍 也OK 這個難得看到MBL有天圖 那我們來看一下道德這邊 道德這邊是選擇了小圍 你看這邊地圖就偏懶 雖然他也是四片木區 那他這個木頭都是分配在後面的 跟右側位置 正面這邊是一片的無盡的荒野地帶 而且祖金又在前面 可能被騷擾的話 這個祖金就會很難受 哇他這邊直接鵌養MBL的 刺猴 走進去之後馬上蓋城門跟木牆 哈哈哈哈 太狠了道德 好這名直接維持 他們講什麼 他的英文 什麼 know you do 好 我看不懂英文不好意思 哈哈 沒辦法我也可以為大家翻譯 雖然最近我有在學英文 但我覺得這個學英文的這個效率實在太差 我可能在想有沒有什麼比較更快的方法 例如用這個AI人工智能來學英文之類 那我覺得好像學英文還是跟日文一樣 都是要先學單字喔 大量單字之後 再去學其他方法會比較好 沒有那個基礎喔 學英文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 我應該還是要先把這個單字量背起來才對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軍營開 那拜登廷的話 沒意外應該是會打一個 攻兵開局會比較適合他 洛馬開我覺得不太適合 槍兵什麼意思 槍兵開 好先來防守 要來戳掉這隻肉馬 避免他這個砍出房屋跑出去 欸想逃啊 戳死 OK果然是工兵開局 那如果是工兵開局的話 對越南人來說就很有優勢 NBL現在有這個射箭場的單位優勢 血量加成 所以打起來打到後面喔 打越久喔 對拜登廷人越劣勢喔 但通常的開局是這樣子 但你們要想他是拜登廷 毛兵其實蠻便宜的 縮裂好像也不會力道奪裂 當然如果你要講說 一波交戰的話 一定是越南人有優勢 但如果打次郵戰的話 可能拜登廷是不會輸的 我現在講話都很小心欸 很怕 很怕沒有講清楚 所以我要被人家講說 說什麼東西 越南才沒有那麼強 你是看不起我 拜登廷垃圾兵減免費用是不是 之類的 就可能會出現這種留言 好那拜登廷這邊是 直接要升級到了城堡時代 這隻獅子應該高打低 戳掉 直接打直城 拜登廷打直城 我想看有什麼太大優勢嗎 好像也沒有 不然就是打一個樹地嗎 拜登廷樹地 比較便宜 拜登廷的帝龍時代很便宜 你看這越南人的血量 36滴血在毛病 對上30滴血 直接硬生生多了6滴血 多這6滴血就代表什麼 可以多吃一發毛病的傷害 好多擋一下 刺猴兩刀 非常坦 這就是越南人的 工兵優勢 好那拜登廷這邊很快 就直接上到了城堡時代 這邊是補下的馬舊 稍微打一些騎士 看 這是一個蠻標準的騎士前期騷擾 去解這個毛病的一個想法 但很有可能 這個越南人NBL 直接上戰毛病升級 然後出頭車 果然二級射 戰毛病頭車 然後再下一個修道院 這個打法是比較適合他現在的一個局面 那道特這邊可能也要趕快下個BK 工程器製造所做一個反制 只要能拍到一下 就有可能讓他殘血 那在第二下直接拍下去 就可能全倒 投車的投資還是蠻重要的 雖然可能效果並沒有那麼好 還是得打 但是在NBL就有這個優勢 它有這個容錯的機率 升級好之後血量變42滴血 投車一發通常都拍不死 可以加速一下 歐倍速 這邊想要走進去 但直接蓋一個木門 不是木門 房屋 直接堵口 火車砸一下 兩邊互砸 這邊順利躲掉 好 預判位置沒預判到 預判太多 趙特這邊直接開出了自己3TC NBL則是單TC 現在才開出第二個TC 不然是打一個修道院 哇老頭直接被拍死 老頭出來 直接出來直接換掉海投車 OK 哇讚這邊想要修 只不過連這邊修的 村民也被投死了 掉車這邊修得非常漂亮 NBL有點尷尬 損失了兩台投車 還有一隻村民還有一隻老頭 這些戰毛兵也沒辦法做到任何事情 這邊兩邊其實有點偏濃 投車都是狹打小鬧 好再砸個一發 放不掉 再一發殘血 右側這邊能再繼續深入嗎 這邊在旁邊到下方 但這邊由於道德這邊 右側地圖圍得還不錯 並沒有太多破障 而且房子都很艱苦 沒有木牆那種很好解的 好這一隻槍兵走了進來 想要直接硬戳嗎 好這一戳村 畫面直接換掉 哇這邊換的非常漂亮 好城堡1號 應該可以鎖住正面 這邊投車操控就 操控性就沒這麼大 趕快再開出第四個TC 繼續農 MBL決定要來打右側 這邊有一個洞 這個洞有為好嗎 看起來是有 OK 那這個房子破就會進來 欸幹果然還是有洞啊是不是 這個樹木跟房子距離 是不是有一個洞的感覺 看起來是有 好這邊直接被抽破 偷村射一下長槍兵 先把對方投車解決掉就沒問題了 好這邊道特直接按了幾隻怪戰廳 聖騎兵 可以到後方 欸這邊直接硬敲嗎 長槍兵看起來是 好看他這個投車砸一下 殘血 繼續躲 再一發砸到 哇高打滴 直接砸爛沒辦法 高打滴的話連 這個 越南的毛兵都 承受不住這個 巨 巨量的傷害 這就是為什麽我一直說 高滴的 BK 是有相當的威脅力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高滴的工程系製造所 一出來投射 拍下去 絕對是 頭破血流 所以我們之前那個 VIPER那支影片 為什麽對方不敢直接硬上 就是這個原因 很恐怖的 然後被拍過一次高打滴的頭車 下次就不敢 後面補下更多農田 哇 道德這邊偏農喔 把這個農田直接往左擴 這邊MBL補下正面的城堡 但村民差距有點多 差了30吋 你們看前期沒有優先開下TC 然後在前線 蓋BK跟修道院 然後前壓對手 然後再毛病按太多 然後對手是一個 不什麽出病 然後直接開農 然後用掃亮頭死車 然後用建築學圍住 開農防守的一個玩法 那個經濟差距是如此的巨大 好 那道德這邊可以點一下帝王時代 資源量已經夠了 這就是為什麽我很推薦 大家是打一個偏農的方式 會比較適合的原因 當然強軍師 是很可以快速收掉對手 尤其是在低分段 但是你長期這樣打 強軍師的話 其實是很難爬分的 你只要遇到會農的玩家 基本上你就完全沒勝算 你打強軍師的話 可能對手還有 還比你更會強軍師 有點五五堪 但遇到你會農的玩家的時候 你基本上順利是 標到幾乎是快要0% 幾乎是贏不了會農的玩家 所以 還是練 偏農的玩法吧 不要練那種強軍師 像MBL這樣前壓的 很容易就會壓出事情來 好這邊通知車直接打爆城門 直接要來入侵 這個房子可能擋不太住 好這邊MBL補下一棟城堡 想來守住正面的這一塊區域 這裡有個天然的屏障 兩塊木區 這邊稍微圍一下蓋個城門 還是一個不錯的出門點 那右側這邊直接被入侵 進來有點麻煩 巴南提聖騎兵現在是有九攻 還沒有點下這個 三級喔 二防還沒有點 所以現在被TC是很痛 你看這 撕到頭破血喔 這就是巴南提聖騎兵比較弱的地方 比騎士還要少一防 一元防 好撐爆直接補好 那MBL打的是騰甲弓兵 騰甲弓兵的話 打這個巴南提聖騎兵傷害是蠻高的 因為他本身這個布供 傷害就是偏高 6加2 比奴兵還多一攻 但這邊巴南提已經升好 MBL這邊也升到地龍時代 兩邊都地龍時代 都點下三級一射 哇這邊TC直接被炸爛 這邊巴南提聖騎兵可以進去 塗個一波 沒問題 直接收掉一些殘血的村民 但是TC 這騎兵很痛 直接收光 看起來是收掉全部的騎士 那三台投射應該是 再解難逃 再逃難解 再解難逃 好 巴南提這邊也出了一些戰毛兵 要打垃圾兵的話 道德表示他是不會輸的 當然越南也有這個帝王戰毛可以用 那就要看MBL要不要趕快找找升級上去 這個帝王戰毛 這邊戰毛兵直接往前送 反正我便宜 直接打你村民 修修城堡村民 直接逼走 這樣投資確實蠻划算的 OK 直接讓對方無法守住 直接砸光 好 那MBL這邊很四項的升級中型投資機 沒錯 打戰毛兵出中頭就對了 來點下化學 化學增加藤甲弓兵的傷害 但像藤甲弓兵遇到這些垃圾兵就很難受 跟垃圾兵這麼的好用 在毛兵 補霜 OPOP 垃圾大隊直接前壓 中頭升級號裡面有一台 要出來先拍一下嗎 全倒 水啦 打了一發 倒個半隻 升中頭就是舒服 好 但我們剛剛說 這個敗戰廳升級兵 攻兵抗戒指能力太長 我差一點 再一發 這麼秀的嗎 一定要用戰毛秀嗎 我看著我有點 又中了 我就知道 好 果然啊 打戰毛就是要出頭車啊 不然要幹嘛 記得要升級 升級的話會比較好用一點 MBL這邊稍微反打回去一點 但這裡沒有控好 直接吃到城堡傷害 雖然拆掉一台巨頭 好險喔 中頭血量比較多 拉了回來 不錯不錯 這邊MBL頭車反打非常漂亮 直接砸光大量戰毛兵 即使是敗戰條 這也是有點小小虧損了一點 右邊經濟再稍微補一下 這邊走過來 直接開打嗎 直接戰毛弄爆我們家後面 這裡很難受啊 這裡要不要派中頭回家 走一下 走一下 中頭能回家嗎 有兩台在追 還沒拍到 這裡第一時間沒有預判到 但中了一發 OK再投 走個路徑 這是什麼紓壓片啊 好紓壓啊 這個頭車砸戰毛 那怎麼感覺越砸啊 好像沒什麼感覺啊 戰毛兵真的太便宜了 發文題表示 你就砸吧 反正 他是我不要的兵 好 直接被砸掉就是戰毛 騰出人口 轉出了 精銳半戰庭聖騎兵的升級啊 這個是一代最強的騎兵喔 結果在二代 是半戰庭的寶兵 相當有趣 這個設定 好贏下了二攻 那半戰庭也只有二攻而已喔 但如果對方轉出疾兵來的話 那對半戰庭來說是非常好的一件消息 這邊半戰庭聖騎兵打步兵傷害是非常誇張的 好像是十二攻吧 還十七攻的樣子 敲一下十七滴 好痛 好這邊斷出火炮塔 哇半戰庭轉火炮塔這什麼畫面 直接插爆你的TC 好左邊這邊左右開攻 但是這邊也被MBL偵查到 直接拿村民開扁 但是要拿村民直接扁火炮塔嗎 半戰庭這邊非常凶狠 哇這邊點好化學 這次改版有新增這個能力喔 就是點下化學之後火炮塔會有冒出火焰來 這確實蠻 蠻符合火炮塔這個 屬性嗎 還是畫面 好正面 八爛頂聖騎兵想要衝進去結果被毒口 哇這邊一個足成戰法 讓八爛頂聖騎兵沒有辦法進去 拆掉這些巨型頭巾跟火炮 所以只能眼睜睜看見城堡直接被打掉 好那城堡數量一少 八爛頂聖騎兵可能就會有點危險 所以如果要城堡要往後差一點也比較好 少人且打且退 那MBL使用天然的地形喔 開始把這些經濟往前擴 但是這邊火炮塔其實有點難受 哇沒想到DOT用火炮塔把對手給逼走 讓他在家裡描法他繼續安心的呢 繼續升插進去了 到處插火炮塔這裡還有一存在插 好大量班人請聖騎兵直接往右 砍到這邊金礦區 直接空了下來 這邊直接拿村民來蓋採礦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MBL並沒有想要守的意思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守 哇他家裡地區已經被火炮塔的射程範圍給覆蓋住了 好難受 好那MBL可能覺得說 反正家裡已經一片狼藉了 斷肉斷金什麼都斷了 現在已經要上億人在採木頭了 好就直接正面進攻了 現在他的主力是越南屯甲工兵 精銳的 攻擊力7加4 11攻 傷害非常高 跟這個 維京的強武是一樣的傷害 11攻傷害 好在這邊有大量的 聖騎兵直接開圖這邊的村民 有點難受 村民被砍只要三刀就死 這邊是點下後勤科技的是不是 看起來有點像啊 怎麼打聰明這麼快啊 好像有點後勤了 後勤點下之後 半彈琴聖騎兵有這個踐踏傷害 直接把他想成擴散傷害就好 非常痛 超多半彈琴聖騎兵 MBL非常難受 火炮塔直接插爛家裡 這邊要硬打了嗎 這邊參加工兵稍微秀一下操作 頭子車這邊砸了一發 沒有找到任何東西 火炮塔打到一些傷害 還是損失掉了一些 剩三七隻 好正面這邊再殺了一波 這邊並沒有太多單位可以防守 半彈琴聖騎兵直接 長驅直路 前面的城門直接被滴掉 沒辦法讓他有一個很好的防守 左邊被損失非常多大量的單位 但正面 這邊喊繼續打嗎 半彈琴聖騎兵直接在高地吸點傷害 他想讓左邊輸出再更多傷害一點 但是MBL的村民術只剩下40村了 看起來是直接量掉 最後的半彈琴聖騎兵直接上前 開啟 結果是有點快打贏 但是還是打出了GG 如果這一波打贏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畢竟自己經經已經爆了光 這邊村民已經死傷殘重了 後面的TC也是 直接被插爛火炮塔 然後這個火炮塔 居然在跟城堡在打是不是 真的耶 扣血了 扣了1000滴 火炮塔插城堡 拆城堡 居然有料嗎 說不定可以耶 火炮塔插城堡 好 看起來這個DOT 這個火炮塔戰術 執行的還是比較徹底一點 非常關鍵 他利用了MBL想要在中間組成心態 想要這邊死守中間這個地帶 反而疏忽了後方這個城堡 火炮塔並沒有 沒辦法守護太多的建築物 城堡風化往前插的圈底就是這樣子 有一些城堡要守在家裡的好處 就是可以適時的抵擋對手 繼續深入你家裡 但你家裡一座城堡都沒有的話 就會變成這樣子 火炮塔香爐 想怎麼插就怎麼插 非常慘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話是由半斬亭這邊拿下食物黃金跟石頭的優勢 木頭是稍微略數一點 當然半斬亭這邊有四生物 還算不錯 然後後面還點下紫幣技術 這邊是沒有點後勤是不是 哇 還是有 有點 40分就點了 早早點下 點二房手就點了 難怪我沒看到 還點下希臘直火 這個是BM嗎 不是不是不好意思 講說 他這次改版 這個希臘直火有改版 就是這個擴散傷害 我突然想起來 因為我一直把它定義為出海戰 才點希臘直火 那點下希臘直火 這個火炮塔 會增加這個火炮塔的擴散傷害 5點 所以拿這個火炮塔來進攻 又可以拿到這個火炮塔5點的傷害 其實我覺得 這次改版 這個希臘直火 也是改的非常好的一個科技 那如果大家之後打半戰艇 也可以把這個火炮塔 當作劍塔來使用 我覺得也是相當適合的一個策略 而且半戰艇的這個建築物顯量夠多 所以火炮塔也不太好差 一根火炮塔就有3000多滴血 其實投資成本來說算是蠻高的 並不會太差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